好 玩具TV第25季第10集 講明開頭是重女的 所以繼續玩女 亦都是機緣巧合之下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未介紹過的GGG系列 Gundam Girls Generation 其實因為比較少接觸 之前有出過什麼 出過無數這麼多條女 是哪幾個 出名的都出來了 我先搜尋一下 有馬西 有連娜巴布頓 不是連娜巴布頓 零八小隊的女兒叫什麼名字 另外又有司馬 是 另外不斷數 她是否同一隊丟屍 這麼多隻都 我覺得就是了 我覺得就是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她本身每一個角色的樣貌 那類都頗為統一 主要都是由新居興業的那群雕屍去負責 這次 娜娜遜呢 就是惡負責的 我現在看她之前出過什麼 4 對呀 很多 Double Sector 這個類型 啊啊啊啊 波雷二世 基本上 就是Mega House 沒錯 沒錯 那也有Gundam Guys Generation 是 沒錯都是GGG 出過一個 阿莎 阿寶 古幻多羅 都出得多漂亮 古幻多羅 等等等等等等 那這次 娜娜呢 就用了愛美號做Bass 變了 你問我呢 這個設計挺吸引的 我看 似乎價錢也不便宜 一萬多日圓 不便宜 不便宜 亦都有這個G-Self 這個是不是G-Self 那個系列 是呀 G-Rat-G-R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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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趁未結合 大家可以看到娜娜本身的造型 要賣一點 還有多一句 我們拿得上手 我們會先給大家福利 吃肉 煞得很麻煩 渣渣 挺重的 當然 其實就G-G-G系列 你問我 坦白說 是毀譽參觀 你說這一個還是整個系列 整個系列 這一個都有人說 一般的 我自己個人就收貨 老實說 我當時 我有留意過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噁心 看官圖的時候 我覺得它做得很差 我現在看 我覺得官圖拍的腳很長 膝蓋的腳很奇怪 而且腰是很長的 我現在看實物 我仍然覺得腰很長 如果聯想公仔沒有穿衣服 身形是腰非常長的 比例是有些 很奇怪 看照片的時候 是 我現在看 其實 又不算 應該就不算 因為 它的屁股應該來到這裡 其實不是我看官圖的時候 感覺那麼差 我都補充一點 其實剛才你都可以看到 它的臉部位 你會了解腰和腿的比例 其實都是合格的 我覺得是合格的 不知為何 我看官圖的時候 感覺那麼差 現在看 其實不是那麼差 比例沒有我看官圖的時候 感覺那麼奇怪 趁機都可以閉嘴 看本身娜娜的臉上 以GGG系列的女孩子來說 這次娜娜我是收貨的 我就麻煩了 之前那些其實都挺失敗的 這麼嚴重? 我個人覺得 蝦曼是挺有名的 是嗎? 因為我覺得真的麻煩了 因為娜娜是0079人物 我拿回安宴良和 如果你要用安宴良和去比 因為嘴巴真的太闊了 以安宴良和的工作來說 嘴巴實在是闊了 其實這個完全是 不會跟安宴良和版的 去比劃 他根本是用了自己的風格 去演繹娜娜 所以一用安宴老師 就很強硬 還有我覺得奇怪地 他是有些大小超 是呀 因為這些娜娜是疑印 照計應該沒有手工 什麼的 大小超 這個問題是 他本身就是大小超 沒錯 你完全正確 是的 還有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不好意思 給我一秒鐘 我想看一看 我們可以看另一件事 就是本身的BASE 這個愛美號的形態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挺大的賣點 對我來說 因為他這個BASE的DESIGN 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這個是贏了 拿了分的 你看到整件事的氣氛 是出來了 我明白我想看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隔著螢幕 我看不到 原來他的眼白 他畫了一個陰影式 即是他上面的眼陰毛 不是 我說是眼白 上面的眼陰毛下面 他畫了一個眼陰毛的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影是真的用灰色畫出來的 不是疑印錯 而是灰色的眼影 是有一個灰色的眼陰毛的影 在眼白上 我覺得這個表達方法也挺奇怪 以這種FIGURE來說 我好像很少看到 用這種方法來這麼硬斑斑 去演繹一個日萬人物的眼的畫法 這個做法是很硬的 一來又不像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的風格 也不是現在流行的風格 我覺得這個風格有少少奇怪 即是他真的把一幅畫 好像真的這樣印上去 他無視了這個是一個 2D的表達方法 是的 這個像2D 有一期龍珠 出了一些2D填飾法的FIGURE 就是像是那種感覺 就是畫一些假音映上去 但最重要是這一系列的FIGURE 其實就不應該用這種表達方法 我覺得有些奇怪 又不是很外眼的 不過反而最外眼是有些大細超 而且人物的輪廓就不是很漂亮 看到本身的左是有一個HIP的形狀 把NARA的HIP放進去就完成了 非常之簡單 它不用插孔 純粹坐在這裡 沒錯 即是保護底褲的形狀 是的 其實它整件是用了一些透明膠 然後再在上面上色 所以你看到NARA的 這東西值得讚的 譬如說NARA的三袖邊 以及它的裙邊 其實是呈半透明狀的 所以在這個表達方法來說 那種幽靈的感覺是更加出的 因為它在裡面的時候 你當它啪一啪一啪的時候 它已經死掉了 這個其實是女鬼 是的 當然了 其實我可以close up 面相 麻煩你 那法刑或是法紋 基本上是沒有的 是一個用了光滑 或者這一樣東西 我覺得比較像當年的 那華的表達方法 還是因為靈體的關係 它就不會很特別 去就著法紋去做處理 它已經多了些細節了 在兩個左右計 我看到計是有些法紋 有些少許紋 因為動畫在這裡 根本上是一個球 所以它現在真的是一個球 我原來我自己畫都是一個球 它很少畫後面的 而且本身安然老師的筆觸 不會特別仔細 一個角度而已 沒有方式 沒有改 我自己覺得在工程上 怎樣說呢 我這樣說 我覺得漂亮的地方就是顏色 還有它用料 整個概念的設計是挺有趣的 但是我自己就真的覺得 女生的刁本身我真是一般 以畫公仔來說 當你一個人擺這個姿勢的時候 那隻手不應該這樣捲起來 夾腳的姿勢不是很自然 不是很自然 她的手 這個角度好一點 但是你要就角度 如果你是很隨便的 一個女生抱著一個姿勢 兩隻手應該是垂直的 你看到應該內手 手搶的那邊是向上 稍微拉直了 因為你膝頭的重量 墜了我們手 但這個 是向內彎的 他這個軟體好像在做 好像在做 柔軟體操 好像在拉筋 你不會曲的 而且他兩隻手也都丟不到 很自然地伏在膝頭上 他不是固著膝頭 他是好像抱著膝頭 但未碰到 有點尷尬 所以我覺得這個造型 我覺得工夫是慢慢的 說真的 那個Base我都很欣賞 但整件的顏色就很漂亮 愛美浩的氣氛 散發那種用透明件 去處理的氣勢 是很棒的 有時也說 如果打燈光配合 應該是很漂亮的 當然你問我 其實是否可以再做好一點 絕對是 但如果整件事 配合台座 用了這個姿勢去表達 其實是不錯的 不錯的 而且相機好像比實物漂亮 但這個愛美浩是很漂亮的 特別側面 因為在動畫裡面 你也記得 它新型的能力 一出的時候 那種效果 在動畫裡面 電視台版的時候 那個效果 它這裡是表達得挺漂亮的 我唯一頭 我自己就覺得 以色情的角度 以一個少女的體態 我覺得表現得不太好 純粹在姿勢的體態 我自己就 我不是說這件事是差的 不錯的 但就著那個動作 我反而覺得 雕屍在處理的姿勢上 這個姿勢其實是好的 我喜歡的 但是不自然 是的 他做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通常 你叫你媽媽放姿勢 我意思是你拍了照 甚至你自己買一套 你放姿勢就知道 你知道動作是怎樣的 你拍完之後 你就套進思想裡面 但動作就真的很漂亮 小腿太長 我也覺得是 看官圖的時候 現在看實物 就好像好一點 感覺上比照片好一點 好 今次介紹GGG就到這裡了 不知下次何時 有機會再介紹女福甲給大家 下次吧 一會兒見 這一個 不如做一些拉打 是不是有隻拉打 對呀 這個可以很快 對呀 趁 這個五分鐘就可以了 趁Ricky 但我覺得五分鐘也值得說 好 我幫你收一下 這個 這個 等一下 可能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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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這個 這個 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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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是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啊 窗 這個